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呀 在你的心底呀 不管是多远的远方 不要害怕我在身旁 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呀 在你的心底呀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 也要分别为你而发光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公公 今天4月27号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9点钟 这几颗肉肉 小伙伴们觉得状态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你们还记得有一期 我给你们推荐的 特别适合在阳台上 养的几个多肉吗 一个就是承蒙诺 然后冰玉 吉娃娃 彻影 很多小伙伴说 吉娃娃跟彻影很像 其实不像哦 你们看 夜心不一样 然后夜间也不一样 这五盆肉肉 都是我自己夜叉出来的 这颗冰玉 我个人觉得状态还不错 然后在下面有很多小头 这颗应该夜叉出来 大概有两年了 然后这颗冰玉 也是两年了 现在状态都非常的好 这颗侧影的话 一年零几个月 我没有拔枯叶 然后这颗是吉娃娃 吉娃娃叶出来 应该也是有一年半的样子了 这颗承蒙露 虽然你们看着小 但是它非常的透 它也是有杆子的 枯叶我也没咋拔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拍这五颗肉肉吗 因为这五颗肉肉即将离我而去 奔赴广州的新家了 今天我要把这五颗肉肉送给我 特别特别支持我的一位小伙伴 它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小伙伴 是我的视频粉 我开直播以后呢 也是非常支持我直播的一位小伙伴 它从来没有养过多肉 但是我的视频它几乎会看两遍以上 然后我所有的品种 它都了如指掌 甚至比我还记得多 它在抖音上面 其实它的登牌等级已经非常高了 每次说给它福利 找它要弟子 它都不给我 这一次我终于把它的弟子给骗到手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准备把这五颗肉肉送给它 经常蹲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或者经常看我抖音的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会对这位粉丝非常熟悉 他就是沙月胖石金 石金今天姐姐要把这五颗肉肉寄给你哦 你准备好了吗 我相信石金看到这里 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啊 因为以前我找他要弟子 说给他寄肉肉嘛 他拒绝了 他说他是阳台 然后阳台通风也不是很好 虽然说光照还可以 但是通风不是很好 他就觉得我的这些肉肉都特别漂亮嘛 寄过去以后如果挂掉了 他就会特别心疼 但是我觉得石金你不要有压力 挂掉了你告诉姐姐 姐姐再重新给你寄 千万千万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负担啊 我觉得这些小肉肉到你那里的话 他应该不会挂掉的 被我养得非常皮实了 然后一直都是鹿养 最多在你那里会掉一点状态 不过没事的 掉一点状态也是正常的 在室内养嘛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石金他从来没有养过多肉 我就这一次我是连盆 一起给他寄过去 他没有养过多肉吧 我把这些也配好了 因为有时候我拍那个扒枯叶的视频 他觉得特别的自愈 所以这些枯叶还有这个野草 我都没有扒的 就留着给你了 姐姐把这个镊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镊子我没有用过的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然后我还给你配了一点这个小工具 为什么给你配这个小工具 因为我还想让你尝试叶叉 姐姐是不是好坏啊 石金工作一天那么忙 然后呢我还给他安排一些 种多肉的任务 石金姐姐还给你安排的这一些 这些都是已经生根发芽了的 然后等会儿我把名字写上 其实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 分享我的叶叉苗成长的一个记录 或者是分享我的一个福利嘛 我觉得石金都特别特别的羡慕 所以这一次呢我也给他安排上了 石金盒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经常看我的视频 你就应该知道 下面要铺一层那个颗粒啊 然后这样呢 它有一层那个过滤层颗粒 我也给你准备好了 这个颗粒是彩虹靴 因为我知道石金它是阳台档嘛 特意把这个颗粒给它洗了一下 正常情况下我自己是不洗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阳台档 给它洗一下这样的话 它收到以后干干净净的 心情就会比较好 心情也好呢 种的就好 下面我把这些名字写一下 石金如果这个叶片快要消耗的时候 你自己就拿一个标签 在这个肉肉的旁边写上冰玉 这样你就不会把这个品种给弄混淆了 这个陈梦怒你到时候定制的时候 你记着一定要把牙点放在上面啊 这里我写了个1 1号就代表的是陈梦怒 以前我编的号 然后这个也是陈梦怒 你记住我编的1号都是陈梦怒 然后2号就是冰玉 这个我就直接写上2吧 这一颗是沙漠之心 也是我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 这一次姐姐没有送你那个成品的沙漠之心 然后希望你自己能够把它给带大 这个小小的这个叫雪妹娘 我就编一个3号吧 因为雪妹娘我拿了好几片 雪妹娘我拿了三片 这些都是比较叶叉蓉叶成功的 不要有压力啊 挂了就挂了 这个是诺绳 这个叶偏大 我就把字写上 然后呢 这个叫泰尼汉堡 我写一个泰字 写上吧 泰尼汉堡 这个叶片我怀疑要消耗了 泰尼汉堡我也拿了两片 我希望司机每天下班以后 不管有什么不开心的 或者是工作上遇到什么烦恼 看到这些萌萌的多肉 可以治愈你不开心的情绪 这个颗粒我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装在这个瓶子里面的 到时候你直接把这个颗粒 倒在这里面相当于就是就有一层过一层了 十斤 姐姐也算是手把手的在教你种肉肉了吧 你每次都特别羡慕我手把手的教他们种肉肉 现在我也在手把手的教你了 这个的话必须得用这个瓶子装着 否则的话这个颗粒容易把那些塑料袋给瓦破掉 泥炭土我也配好了 我装在这个袋子里面 这个袋子比较结实一些 这个土应该做了吧 我先拿这个透明的袋子装上 这个袋子真的会漏 你看 我就说怎么会有那个出来 原来就已经漏了 我再把它装在这里面吧 装在这里面了 这一袋你拿的时候注意一点 就是放到卫生间去拿 别放在客厅里面 到时候要不不好打扫卫生的 好了 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就绪 我拿纸 把这些塞的 塞进去 这样呢 它那个颗粒就不会掉出来 到时候 把这个卫生纸取出来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 这个颗粒掉出来 把这个叶片伤着就太可惜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好像就没有颗粒出来了 好 这一颗就这样了 这一颗也这样 到时候 使劲收到以后 就慢慢的拔枯叶吧 好了 不会掉了 这一颗是特别要注意的 因为 它的口还挺大 使劲到时候拆的时候 稍微温柔一点 别把那个颗粒给带出来了 其实脱了土以后 鸡是最好的 但是因为使劲 它从来没有种过肉了 我就想着 它还要让它浮盆啊什么的 我担心难度太高了 打击它的积极心 好了 这样颗粒也不会掉出来了 好了 我就已经把它们都已经弄好了 反正颗粒现在是掉不出来了 希望快递也能够温柔以待我的这些小肉笼 希望十斤收到的时候能够安然无恙的 我把土放到最下面 然后颗粒放这里 这个箱子是不是小了呀 不行 这箱子真的小了 得换一个大一点的箱子 这个箱子应该可以了 我怀疑这个箱子也小了 因为我还想把这个喷水壶给拾进进去 它应该没有喷水壶的 我还给它准备了两双手套 放这一边吧 这五颗小肉肉 你们在这柔软的棉花里面 待个两天吧 应该就能够到广州新家了 完了完了 这盒子还没放进去 叶片还没放进去 重来 我现在把这个盒子里面装了三盆油 这样比较合理 好 最后把这些叶片放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最上面再带一层棉花 十斤到说你拆包裹的时候 一定要从上往下拆 可千万别从下往上拆 这梦露碧玉 还有这些小叶片 你们到了广州的十斤家里 它那边的养殖环境 没有在昆明那么好 但是你们代表着我 对它满满的情意 满满的爱 你们可得争气哦 可不能到那边调皮哦 我是让你们去治愈十斤的 不是让你们去打击十斤的 知道不 好 要乖乖的啊 希望十斤打开这一箱肉肉的时候 是惊喜 而不是惊吓 好了 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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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